你们知道正确的主状是非常的重要的吗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日后长笛的状态 还有你演奏的流畅与否 嗨大家好我是人间猫 欢迎来到NECO猫腹的频道 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正确的主状长笛的方式 其实这个内容呢 我本来呢应该要在这个基本功课程 拿长笛的知识里头去提到 但是呢我忘记拍了 所以今天就补给大家 那为什么这个主状长笛方式很重要呢 因为长笛本身呢 它是很精密的一个乐器 你发现它的按键其实是有很多联动系统的 所以如果你主状的方式错误的话呢 就是你如果常常去转这个按键啊 就会让这些机械的这个位置呢 它去移位 那你移位了之后呢你这个皮垫 它就没有办法密合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密合的话 你音就吹不出来 那你音吹不出来的时候 你手指就要按得非常大力 那当你这长时间呢 手指按得非常大力的状态下呢 你就很难演奏的流畅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头的时候 会告诉你说这会影响到你日后演奏流畅的关键 所以呢我们要非常注意呢 我们长笛的主状 那如果主状方式错误的话 你可能就会导致你除了演奏上的问题之外呢 它也会让你有额外的这些维修上面的花费 所以这个是蛮得不偿失的 所以你们在主状乐器的时候 都要有正确的观念 还有要非常的注意 我们要非常爱护你的场笛 好所以正确的主状方式是什么呢 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场笛也分开 好你场笛呢总共有三节 一个是吹头管的部分 那一个是呢管身 还有就是尾管 好我们在装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尽可能的去拿 像比如说头管的时候地方呢 你就拿这个地方 避开这个纯电的部分 因为纯电这也是焊上去的 所以我还是虽然 虽然有些技师他们可能会握着这边转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你们尽可能少做这个动作 所以都是握这个地方 我不要握到纯电的地方 然后呢这个管身的地方呢 也是握中间的这个位置 不要去握到有按键的部分 如果你常常的去转到这个按键的位置呢 其实对场笛本身的结构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好所以组装的时候呢就握着这里 然后把它装进去 然后尾管呢一样 尾管呢一样是握着这个没有按键的地方 去转进去 那有些尤其是有些特定的品牌 他们在尾管上面比较容易有漏气的问题 所以最好是尽可能的越小心越好 好然后呢这个组装完呢之后 好这样子方式组装完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注意一下就是你的吹口管 有没有对到正确的位置上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的吹口呢 这个吹口的地方 是要对到我们的长笛的这一颗键 小小的这颗键 他们是它是要这样对齐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常常很多 这个吹长笛的人在那边 很像要做什么喷射的动作没有 没有其实他们只是为了要 把这个长笛对齐这个位置 好你现在看哦 虽然就有对到这个吹头的这个 要对到第一个键的位置 好就是对到这里 然后它现在就是移植线 好要注意这个重点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 好那接着呢尾管呢 好尾管呢你会看到呢 它中间有一个这个对不对 这个呢它要对到这颗键 也就是呢管身的这个最后一颗键 的地方的正中间的位置 我们来看看 对现在就有对到正中间的位置 好这些位置呢都是 方便呢你去演奏 让你的演奏呢拥有更多的弹性 而尤其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这个洞 有没有对到第一颗键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很多学生 或是很多演奏的人 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有时候可能因为练习的时间间隔久了 就会觉得感觉不太对 所以就会想要去动到这个头管的位置 就会觉得说 哎我为什么一定要对齐这个第一颗键 你可能就会觉得哦那我往内转一点点 或往外转一点点 好实际上呢我会建议你们呢 最好都不要去跟动他的位置 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对到第一颗键 因为呢这个长笛的每个音域呢 它都会有本质上的容易偏高或是偏低 像长笛的低音呢就容易偏低 所以当我们在演奏低音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去做微调的动作 你可能会听到很多老师呢 在提醒学生在当他们在吹低音的时候 头不要低 为的呢就是 当你头低的时候 就等于就是你这个长笛 好像是往内转的状态 你可以实际上做一次看看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当你的头是正常的状态 然后跟你低下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头低下来的时候 你就盖住这个吹口更多呢 所以老师提醒这个学生下巴不要压 让他放平 为的就是呢 去让我们长笛的音高稍微高一点点 这个低头呢 对往外转 跟往内翻都会影响到音准嘛 那像往外翻呢 你的音准就是会偏高 像这样 那如果往内转呢 那如果往内转呢 音准就会偏低 像这样 好 所以呢 当你低音吹低音的时候 你就需要把你的下巴放平嘛 好 所以 好 你应该就有听到呢 这个音准就不太一样 他就音准就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演奏的时候头太低呢 你就会造成你的低音的音准偏低 所以如果说呢 这时候呢 你的吹头管是往内转 你就觉得你往内转比较舒服 那当到时候呢 你的低音呢 想要微调 让他稍微高一点点的时候 你的手就会变成这样 那你就扭转到你的手 你会发现 这时候手的状态就变得相当的不自然 就是因为你把长笛头转 往你自己转太多了 所以呢 才说你要对齐低颗管身的低颗剪 就是这个原因 那长笛的高音的话呢 就是会微微的偏高嘛 所以如果呢 你的这个长笛是往外转太多 所谓的往外就是往你的前方位置 往外转太多的时候 那你当你吹高音的时候 你需要让这个 他的音准稍微 往稍微低一点点的时候 那你的手也会变这样 你要去 变成你要去扭转你的手 所以你的手就会变成 动作非常异常非常的不自然 所以真的务必要记得 就是你的头管一定要对到 你这管身的低颗剪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像小拇指的话呢 像这个小拇指呢 这个尾管呢 对到正中间这个位置呢 也是比较刚好的状态 但小拇指的话 我就会觉得 不要偏差值太大就还好 就是像有时候 我其实会再往 往这个方向 就是往我自己的方向 再多转一点点 真的就一点点 不要到就是很边缘的位置 好那如果你发现呢 你往你自己转一点点的时候 那个按键呢 还是不太好按 或者是你会觉得 好像还是很难把低音吹的出来的话 那大部分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的乐器漏气了 或是你的吹气的位置不对 所以不要一直去转你的乐器 你还是要让它在一个中间值的状态 不要偏差太多 但是呢 吹头管的位置呢 我就会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呢 不要去跟动它的位置 不管怎么样 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们一直去调整 我们的乐器 会发生什么悲剧呢 为什么不要常常的去 藉由调整 就是调整你这个吹头管的位置呢 就让自己吹得更舒服呢 因为当你 觉得哦 你想要去动你的吹头管的时候 就表示 其实你在练习上面有一块是 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你其实是在 盲目的练习 因为你一直在追求 你怎么样吹得舒服的状态 而不是去 去检视自己 在吹皱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对症下药 像如果你需要不停的去转动你的吹头管呢 去表示呢 你在某种程度上 你已经失去控制力还有弹性了 其实你要做的是呢 去调整你的嘴型 还有吹气的位置 让你的声音变得更饱满 因为当你动到吹头管的时候 你的手呢就需要有更大幅度或是扭转的动作出现 那我们知道呢 在演奏上面有时候 我们要吹很快的东西 其实你的反应是要非常快的 那当你要去这样大幅度扭转眼的时候 或是动作的时候 一定没有你的嘴巴的调整的速度快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你一定会吐嘴 或者是你来不及反应的状态 所以不管怎么样 都一定要让你的场地是正确 在正确的位置上 这真的非常的重要 不要就是自作聪明 觉得哦 怎么样调都可以 但是您有点大幅度 既然就会让人生变得更多 你当下的体质 我们再来做